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的像从前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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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 家人们 点点赞呗 欢迎欢迎 你们那边很冷吗 现在 多少度啊 点点赞 谢谢你们 帮打尾亮亮的人 按机票和灯牌 晚上好 头发乱 你们好 你们好 先来帮我点点赞好吗 谢谢你们 五六度啊 在哪个地方啊 谢谢送来小猩猩 帮我亮亮灯牌和人机票 谢谢 瘦了 可能瘦了一点 哦 在尿宁啊 那肯定确实很热啊 那边 哦 很冷 你们那边 哦 我们四川这边 还没有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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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灯 进来帮我点点赞哈 把人机票灯牌亮亮 谢谢你们 晚上好 女朋友在 在楼上 旅游呢 她在楼上 她在楼上 我们刚刚吃完 晚饭 晚上好 我还是穿个 穿个长袖吧 哎 有衣服呢 晚上好 晚上好 你朝前很近啊 好的 穿个长袖吧 谢谢关注 帮我点点赞 谢谢你们 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哈 欢迎你们 谢谢 对进来帮我尿尿粉丝团 登牌和人机票 好吗 谢谢你们 欢迎每一位家人们 欢迎你们 进来帮我亮亮灯牌 点点赞 谢谢 妈妈好了吗 老虎 那个 情况的话 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 解决的我觉得 因为我母亲 因为我母亲 不原谅 点点赞 欢迎你们 把灯牌和小星星帮我亮一亮 晚上好家人们 谢谢送来人机票哈 你也尽力了 你也尽力了 尽力了 但是我 我想明天 明天去找一下那个 找一下我妈妈 找一下妈妈 好 然后我跟她再说一下这个情况 你们进来帮我点点赞 你好了没有 可以 一个大奶奶小孩小时候你家走了十几年 嗯 爸妈没有很好 明天我 我发的视频 你们看到了没有啊 就是我昨天 昨天发的 有没有都看到了吗 家人们 昨天发的视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看到了 我 我明天 明天去找 看到妈妈很生气是 我本来开个星星的买了花 然后也买了那个 就是那个玉 我爸爸跟我妈准备的 你们看到了吗 我放在这里 就是 就这个 就是我 我爸给我的 然后我给我妈 这个 昨天 然后我妈来就把那个 把那个花 一扔 叫上我妹妹就 就走了 昨天的时候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哈 家人 妈妈不原谅你爸爸 是的 你完了没有 你下来哟 你把你手机给我来 你把我手机给我 哪儿了 哪儿了 手机哪儿了 你的手机 我说你的手机啊 我冲点 你写的还好 冲了好多点了吗 我现在走得很热死了 你拿到楼下来冲 要的不 我冲点同样是吃太多 你上完美吗 没有 我马上洗了料 你先把你手机给我 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要的不 你把我那个 我那个没得电的 所以 你有没有妹妹的微信啊 要 你给她翻个微信 好像她要年迈 要不 我跟妈妈说几句话 你给她翻了 我找个翻了 我现在 我在直播的嘛 我把我们这里给你 给我嘛 你妈妈看相机强势 凶巴巴的 对 脾气不好 她那个地方也特别不好 你先翻了 我正死了 我等下也用了嘛 你能不能 就是 我把你冲冒 对啊 你先上去 嗯 你跟她翻了 你干什么啊 明明 嗯 所以我就想开着直播 问一下家人们 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 一代五的没有 妈妈你们在一起去没有 我要不叫我妹妹叫我妈 来直播间粘个麦 然后我 当着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跟我妈说一下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妈不识字 我妈一个字都不认识 只有我妹妹能弄 爸爸 对我爸性格特别和气 你们觉得呢 可以吗 让你妹妹跟她讲 我妹妹讲不通的 只有我跟我妈讲 我 妹妹没回消息 在不在 妈妈你们在乎都没有 早不说话了 等一下 可以吗 我跟我妈讲 讲了然后说好 然后让她们好好的见个面 有什么心结这么多年 都可以说出来 是不是 就不要藏在心里面 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家人嘛 现在也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支持他们的儿子 是不是 为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不是善 那毕竟都是一家人 不可能一辈子都是仇人嘛 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做儿女最大的我们做儿女最大的想法 喂 喂 你呢啦 你呢 直播间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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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这么多年挣的钱都应该给你妈妈 我爸爸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挣到钱 真的 我不太清楚他有没有挣到 挣到钱说实话 我觉得让你妹妹给你妈妈说清楚 给老妈做工作小时候妈妈的好 让妈妈心里舒服 这么多年我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 他也没有跟我说过 他也没有跟我说过 从来没有说过 我很难原谅 那如果不原谅的话 我没有父母 就是我现在快三十岁的人了 说实话妹妹也成年了 我父亲 哪怕做了再多过分的 我觉得 最终两个人还是要和好吧 不然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办呢 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就是家人们 我作为儿子 我只能搓和他们和好 我不可能 我确实知道不应该这样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让父母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作为儿子 我当然希望父母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因为他们年龄都大了 不知道有多少日子了 我说实话 难道一辈子带着这个遗憾吗 是不是 真的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